我們看到印度發生這個 軍用在生機對紀以外 軍方正是他們的參謀中 在拉瓦特和他的太太 都離開了 這個軍用機上面有十四人 只有一個人外的失事 原因還在調查 在生機失事的現場大會一直燒 還可以看到包括 沾海耍整個頭腳 附近其林冠水大會 印度逢軍政節 一代歐洲社 軍用在生機 在南部譚米爾納都的 無奈兒失事 其中生客 包括國風參謀中 拉瓦特和他的肌肉帶來 都種著四人 像上位瓦倫辛恩 受傷傷衣 其他人全部失望 根據當地媒體報道 在生機為蘇魯爾 一位空軍機在起飛 前往看一百公里冠的 威靈頓 一間風無人員的行業最高 失事時起大部 起床不好 印度空軍已經 下令調查失事原因 拉瓦特的所作的 這種在生機雖然是 印度上概先進的軍用 運輸基地域 不過印度空軍機對 中立莫迪 表示拉瓦特是一個 真結出的軍人 中性愛國優秀的 共性愛國 優秀的公憲 也是軍人的模範 國王部長跟內政部長 也帶文青愛度 今年六十三歲的 拉瓦特軍人生完四十年 是印度頭一任國豐參謀長 這位是日空19年 由中立莫迪所創設的 付出協調六海空三軍運作 也要支援包括 印空克神明爾區的下令行動 在當時參謀長前 北當時南方輸聯報輸聯 六軍參謀長 也會讓人認為跟莫迪關係這麼密切 拉瓦特是他軍人 真經驗的個性 折到真後鼓勵人吃出名 最近當地政頓國軍 向軍輸現代化發電 恭喜新聞恩文靈編譯